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上一期跟大家聊了 爺家怎麼沖比較香呢 然後今天再跟大家聊一個 一樣常常困擾大家的議題 就是肯亞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肯亞豆 它大家都刻板印象 都會覺得它的豆子很酸 喝起來可能沒有太舒服 有點尖酸 但是其實肯亞它的香氣 或它的口感 都有它獨特的 一個地區風味 所以如果我們在喝金餅咖啡的時候 把肯亞這個產區剔除掉 不喝的話 其實是很可惜的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不外乎就是 我們利用沖煮的方式 稍微把肯亞的酸度下修一點點 讓它酸味沒有那麼顯著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可以盡情去享受 肯亞它的獨特的調性 比如說豐沛的很顯著的小紅莓 烏莓之類型的調性 真的非常的迷了 甚至有時候還有一些黑觸力 那我們該怎麼去處理肯亞這樣的豆子呢 我們原則上會分為兩大手法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起始溫度 溫度的部分呢 我們如果平常使用90度的時候呢 我們為了讓酸質不要那麼顯著 我們可以略微增加 可以增加到93度94度 就會有顯著的酸度下降的效果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第一次的給水 因為第一次的給水呢 這時候豆子裡面的酸質 才非常的豐沛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 流速比較快的沖法 很容易讓你的酸質呢 就很顯著 所以我們今天搭配的是一個 小水柱的推粉法 就可以讓你的肯亞酸質降到比較低 然後呢 有足量甜度的情況之下 你的肯亞的喝起來也會很平易進了 而且好喝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肯亞的衝突示範 目標就是讓它的酸質不要太顯著 OK 好 那我們豆子呢 一樣使用20克的豆子 肯亞豆子 那現在肯亞很多 已經沒有那麼酸了啦 但是還是有一些是味道比較顯著酸的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用這個頭髮 控制一下你肯亞的味道 多了一點點 20克 好 然後研磨度呢 跟你平常研磨度差不多就好 但是注意喔 千萬不要太粗了 如果你的研磨度過分粗的話呢 很容易你的水就會穿過你的粉 讓你的酸質很顯著 所以正常的是你要檢視一下你的研磨度會不會過粗 一樣讓我們的濾紙完整的服貼在我們的濾杯上面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也是哈利歐V60濾杯 是大家最常使用的OK 好 壓好 好 壓好 一點點小結塊 好 好 開平 好 水溫呢使用93度 使用93度 也不用到95度以上 93度其實跟90度比較起來就會明顯的 酸味會下降 OK 好 那我們準備進行第一階段的悶蒸 好 開始囉 好 悶蒸 中間呢 停留時間 1 2 3秒 往外繞兩圈 回中間 大概40cc左右 40cc左右 悶蒸時間呢 再有30秒就好 也不要太長 太長酸質也會容易顯著 所以我們就悶30秒就可以了 然後呢 第二階段要注意 我們用推粉法 然後我們推到多少 推到180cc 所以這一段的時間會比較長 但你要注意的是 你要用極限小水 用最小的水來做推粉 所以慢慢推 這邊就是 肯亞不酸的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推粉 但是慢慢推 OK 好 準備了 中間給水 小小的 然後讓空氣湧起來以後 隨著你的 泡泡 往外 把空氣往外推 水呢 小小的喔 不要太大 盡量用你最小的水 控制住 好 再往外 好 推到最外圍 慢慢推喔 不要緊張 推太快的效果就 就不會 酸質就還會太強烈 OK 好 就這樣小小的 慢慢的把 空氣呢 泡泡往外面推 用最小的水喔 可以看到粉水 其實蠻長的喔 這樣就可以有效的 降低你肯亞的酸質 然後後面呢 我們還有120cc 對不對 這120cc呢 我們可以使用挖沙 好 我們分 兩次挖 好 一次挖60 給大家水 繞圈 然後給60cc 就是給大水以後 讓粉塵翻開來以後 再往外繞圈 這可以讓後半段的口感的甜度 跟Body的都可以補足 我會第二次 好 給大水 繞圈 好 到300cc 整齁 分兩次就可以齁 所以呢我們整體呢是 悶蒸40cc 然後呢 極限小水的推粉法 推到多少呢 180cc 然後呢 最後再兩次斷水 都用給大水 然後等粉塵整個浮起來的時候呢 往外繞圈 這個手法 這樣子做呢 肯亞的果酸呢 就可以降的比較顯著一點 不會那麼的酸 OK 時間大概2分35秒左右 所以跟我們平常沖煮時間差不多 OK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好 好 稍微搖晃一下 能夠攪拌均勻以後 我們來試試看 能夠保留肯亞的地方風味 但是同時呢 酸質呢已經降低了齁 這個手法本身呢是 對於比較酸的豆子啊 它都是很適用的 然後關鍵就在於是兩個 一個是 起始溫度略為拉高 第二部分就是 用極限小水做推粉法 這兩個手法 只要做到呢 你的肯亞都會很好喝喔 OK 好 那今天 關於肯亞如何不酸的充足攻略呢 我們就刷到這邊 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幫我分享這個影片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刷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掰掰